洛杉矶众领馆在新任总领事张平到任后,在环球影城谢尔顿大酒店举办欢迎招待会。 美国主流的官员包括洛杉矶市副市长贺奇珍、加州众议员周本利、洛骏礼宾斯副主任、拉德斯·薩博、阿市市长沈士康、蒙市市议员林达坚、盛盖博市议员廖清禾、 美国国会议员赵梅兴的代表郑寒斌以及南加州的老乔、新乔、月姐辽华乔、港澳台乔包、中资企业、留学生代表,均出席了招待会。 大家满怀喜悦,欢迎张平总领事到任。 张平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25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。 他表示,中美关系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,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。 洛杉矶是美西海岸的经济中心,交通枢纽是通往中国的门库。 中领馆愿意与领区内的各个领域交流合作,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。 未来一段时间,我还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熟悉大家,通过深入侨舍,走访侨舍,与我们的侨领们见面。 上一期我们在领馆已经开了一个侨领的座谈会,所以也听了他们的一些介绍。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侨舍,我们对侨舍做的很多友谊中美关系的一些事情,所以我是非常期待跟我们的侨界加强联系。 招待会上,张平总领事还与侨胞相亲,亲切交堂,合影留念,气氛温馨热烈。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初、罗亚金采访报道。